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你跑步会更冷 你只是感到热 如果出去了你就会更冷 同时你更容易受寒感冒 所以答案是不要喝白酒出去跑步 如果你真的非常冷冬季穿衣三件法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 朋友问如果我跑完了一场马拉松 喝点啤酒庆祝一下好不好 答案是好的 注意要适量 因为这时候的啤酒 它能够适度的补充你的血糖 营养又很好 可以 第三个问题 朋友问 我喝过酒了 我多长时间才能去跑步 答案是因人而异 因为每个人含有分解酒精的酶不一样 一般来讲建议酒后四个小时以后再跑步 因为如果你喝过酒去跑步 会让你的心脏负荷很大 如果你天生就没有分解酒精的酶 那就时间更长一点 判断的重要标准是你头还疼不疼 三个问题跟酒有关 注意 一个好的跑者 一般很少喝酒 欢迎关注微博 无动说跑步 我们下次见